今天就接回那個題目 就是100次約會的洗禮或覺悟 就是人家現在好像錄的那些 人家那些已經隔了8歲了 說回自己的自傳 會說回人生有什麼覺悟呢 類似的 其實就是想做一個這樣的紀錄 因為上集出完之後 有些網友問我 是否一百人斬 是否每一條女都溝通 當然不是啦 是呀 我豈不是很忙 不會這麼忙 拿著一部機錄節目 當然不是啦 所以當中是一個循序漸進的形式去 就是溝女方式是不斷轉的 在轉換的 其實呢 多多少少 Dating 的時候會有低潮 有時候會低下 的確是低了 會覺得 為何會不太活動呢 還有不太明白為何 Dating 裡面 潛在什麼規則 然後慢慢慢慢找 其實原來真的有條公式 有條Wose 很多人不相信 或者不會理會這條公式 但當你解釋到那條公式之後 你會發覺 嘩 完全明白了 然後整個邏輯就會明白了 然後有很多網友問我 那些Dating 故事 一看又明白他們在做什麼 好了 記住 其實Dating 也是一場遊戲 這是很重要的Mindset 即是一場對譯 然後可能最近有些網友都提及 就說 喂 你經常都說要吃著女人 這樣怎麼可以的 即是 即是 甚至說 喂 你根本就是 怎麼搞的 甚至是 有一句言論是這樣的 即網上的評論 即是說 喂 你根本就不是喜歡那個人 而去追求他 是的 有一句這樣的事情 我稍後會解釋一下 即是 即是 為何會這樣做 即是他講的 是有少少少道理的 即是 真的不是喜歡那個人去追求他 但是有原因的 在這裏說回來 即是 你講回 這個是一場遊戲來的 遊戲就是一場對局 一場對應 那你記住 就好像 即是 大家有沒有看那些武士片 若匯就好像 一個武士片 對決 那你知 那你知 砍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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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兩次刀 接著 可能就 互相一衝 接著 就 一刀定勝負 大家 不知道 是什麼 就看狼客劍心 那些就是這樣 不跟你說笑 就是那一兩秒 就決定勝負 那 Dating 就是 那一天就決定勝負 那遊戲是怎樣做的呢 對應是怎樣做的呢 其實雙方 男女雙方 都一定數值的 樣貌 金錢 背景 氣場 自信 身體動作 高度 等等都計分 很現實的 但有些事情 就是 你的自信 可以令到很多東西 當你沒有的時候 一樣就是你的自尊 或者自信 令到你 可以將 將所有東西 叫做 不可以改變的 你的高度 不可以改變的 但是 變相就是 令到別人覺得你 都是一個高分的人 會扯高 扯高 扯高 所以 就是這樣對應 大家鬥強 通常 很坦白 為何要吃著女人呢 就是這樣 女人是不會找一個 弱過自己的男人 好了 邏輯很簡單 就是 女人不會找一個 弱過他的男人 不會找一個 小朋友來做一個 男朋友 我不想照顧兒子 女人是不想照顧兒子的 當然 有些是沒有案犯 他找你照顧也不奇怪 但他都希望 被人愛的那個 倒轉 倒轉 他是想被人照顧的那個 當然 照顧還照顧 不要照顧 就是要教化他 不要照顧他 所以在Dating的時候 就是看你 哪一方面的知識 是比他高的 他現在感覺到 你有很多知識 都是比他高的 不止一番 范范也是 就是很簡單 他戴的飾物 你都可以講到一個典故出來 他穿那件衣服 你都知道是甚麼牌子 如果當然 你很厲害到這樣的 他就會 嘩 你都很厲害 他就覺得 騙你不了 第一 第二 就是慢慢會 被重複 甚至他覺得 你的經驗 情愛經驗強 他都會甘願純服 那 最自然就是一刀定勝負 即是一Date定勝負 好了 接著就 決定 當你是做一個上把者 上把位的人 你認識得住他 你很自然就是 他會測試你 喂 那下次甚麼時候Date 會出現這種現象 到那時候 那個控制權就在你裏 你又決定 究竟我下次甚麼時候Date 或者不Date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溝女就是這樣 而不是說 永遠在下把位 接著要求Date 又是沒有自尊 我求求你 你給我第二次機會 你出第二次 這樣 沒意思 一來沒有尊嚴 就做了下把 基本上做了下把 你扔不上上把位 是很難的 即他覺得你是黑衣 就不會覺得你是皇帝 所以你幾代都是說 喂 我Date 你不到都不要緊 我做回皇帝 好頭好味 Ending了故事 第一個Date 就 就算沒有Date 都不要緊 我在你的心目中 都起碼不是黑衣 即是可能將來一日 大家的愛火重現 都不出奇 一個可能偶然的機會 即大家都單身 大家有Date 可能你又有改變 他又有改變 從新他進 都不出奇 但留下印象 都是一件好事 好 接著回應 網友說 喂 你根本不是喜歡 而追求他 為甚麼呢 我們一開始 Early Game 即一開始的遊戲 和中間遊戲是不同的 中間的溝女的過程是不同的 首先這個溝字 其實一開始 其實真的沒有中意的意思 純粹是一個Social的意思 即我和你Social而已 可能我見到一個女生在身邊附近 我見到一個女生 即我有時人很有趣 是潛意識的 你講不到為甚麼 都會有些想和這個女生聊天 但不是喜歡的 可能是有些好感 可能是他覺得 你可能覺得他有點熟悉 不妨就說 當是Social這樣 和他走過去聊聊天 然後就決定 究竟他是適宜做女朋友 還是適宜做朋友 這個中間的過程 是不涉及有好感這件事的 你是在計分的 所以這個不是就是說 是的 一開始不是喜歡他 而真的想和他溝通 因為如果你發覺你很喜歡這個女生 即是一眼一見忠情 是沒有問題的 你可以嘗試的 但如果你個個都是這樣 你就會出事的 你就會失控 最重要就是說 你知道某程度 這個女生多有好感 對她多有好感 但留心 我都要保持理智 我真的未認識她 我的意思就是 你先認識這個女生 先決定喜不喜歡 所以前期的混混 意思是說是認識 但你知道中國字就是這樣 混混字眼好像有喜歡的意思 其實沒有的 一開始就沒有的 好像呢 為什麼呢 這個mindset 是從女生而來的 女生很多時跟你聊天 都不是真的喜歡你 就是這樣 很多女生都說 我們先了解一下 我都不太認識你 雖然和你約會出來 但我都不太認識你 我們先了解一下 不要這麼快 這個mindset 其實是跟女生一樣 我們男生都是一樣的 一開始不要放了喜歡她的姿態 大家先認識一下 所以前期跟她溝通 是真的不是喜歡的 怎麼為之喜歡呢 就是當她有些事情 做得對我心意 我滿意 我開心 令到我開心 我就覺得在心裡打個分給她 這個女生 可能將來相處都不錯 那就值得交往 那你慢慢儲存 可能第一個date就是這樣 第二個date又發現了一些新東西 第三個date 才發現有一種喜歡愛的感覺 那你滾遊戲的時候 你便可以 可能已經順利進入情侶 那個模式 那你要產生跟她有感情 就不會說一開始就患了真命天女症 還有啊 你這個滾遊戲都要留心一件事 都是要保持上把位的問題 有些網友說 你這樣不行啊 下下要走前 要叫女兒走後 這樣不行啊 這樣不行啊 那你叫女兒走前 你走後 做狗了 那就是 你要是你拖她 要是她拖你 你自己選一樣 二選一 立刻選 給你三秒時間 你想做狗的那個 還是你拖著她 她做你的女兒 說完了 女人就不會說她是狗 但男人就很慘 被女人拖著 真是一隻狗 好 不公平 難道我說拖著什麼 拖著蛇 拖著隻蝶 不會的 只是拖著女兒 女兒也是人啊 你被女兒拖著 禽獸都不如 連尊嚴都沒有 所以這些一點 很奇怪 我不明白 為什麼 有什麼問題呢 是的 擺明就是要女兒走後 你要領著她 你自己當街看看情侶 這是很普通的禮儀 我現在有時在街上看到 其實大部份情侶 你見到很甜蜜 那些都是男人先的 你見到 有些就是 黑口黑臉 那個港女就 走前的 然後 那個港男人 都摔了頭 哭了 手袋走後 那些relations 你覺得健不健康 我問你 最近 有個網友發了一段影片給我 就是 是以前的影片 就是 說什麼 十四巴 七腳 那個女孩 七腳 不是十四巴 就說那個男女 那個街頭 就是 分手邊緣 那樣 那個男孩 就搖尾黑連 跪她 拜她 那女孩 一腳踩到她的頭上 踩足七腳 那這些就是 上下把位 倒轉了 我們不是叫人打女人 千萬不要打女人 神經病 是犯法的 還有 就是 但留心就是 女人是會打男人的 就是 當你的精神壓不住她 就會變成這樣的東西 當然不是每個女人都會打男人 這些是很極端的個案 但是 這個女孩是養出來的 她不是天生就是這樣的 是真的有人打中她出來的 她做什麼整個身體姿勢跪在那裡 這個男人 典型的就是 等女孩 她走前 她走後 就是這樣的關係 健康嗎 一點都不健康 還影衰男人 最後就是 各散東西 那條片就是這樣 踩完七腳之後 都是各散東西 都是求不到的 沒用的 這樣真是 沒有卵了洪峰 所以就是 對於網友 拖著 總之要她走後 和吃著她的 那個意思就是這樣的 當然 說回前期的約會 我是不發現這個問題的 覺得 男女 女生先走前也沒有問題 但是 後來我才發現 原來真的有個問題在那裡 那個上下把位是倒轉了 而且不像一個男人 而且成功率很低 真的 不到你不信 這些是潛意識來的 就是你潛意識一旦輸了 如果潛意識給人 是下把位 你整場dating是反轉的 不能再回頭 但當你的格局鋪得很好 前期的局面鋪得很好 就很容易 就是追求那條女 例如你先走路 或者平排也可以 他有時候會走前一步 但你之後怎樣想 即他已經是贏了你半步 你之後要想辦法去 令到他拿回優勢 我都說過 曾經有一條女 走我前面 然後我拖手 那一刻就拿回上把位 就告訴你 那個關係是我決定的速度 而不是他 即是一旦你被女生決定 你就糟糕了 都說過了 那我問過一條女 你何時才被男生拖手 通常是第二十次day 第二十次 那當然 那次是我第一次拖她 第一次拖她 你想一下就是這個問題 有些男生就是被女生拖手 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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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痛苦 中間又要掙扎 15、16 又要送禮 又要報道 又要等等 為什麼你不快速 就是這樣 一個alpha很決定 很firm地告訴你 我和你 現在這一刻就拍拖了 這樣 一個很firm地告訴這個女人 因為女人其實是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只要你說服到她 她就會相信你 覺得這一刻就是要談戀愛拍拖 她就會相信你 或者信任你 這個就是氣場自信 你要給她這件事 你就是給不到她 女人一定很喜歡拖 拖到第二十次day 然後你可能說 那你拖手 打算拖手 即她又會隔你手 第二十次day也會隔你手 你不要以為 喂 喂 我認識了她一年 她不會隔我手 不會的 你都是要拆那些objection 她那些反抗的 你都要理解她 游說她 順化她 你都是要這樣做 所以沒有分別的 所以第一次和第二 一百次day是沒有分別的 但你需要知道成人約會就是 第一個day就沒有了 往往就是 我很多day都是第一個day就沒有了 不會有下文 有些主要是 即是我高分過她 我覺得是不太行 有些倒轉 可能女兒又高分過我 自然就 亦都沒得玩 就已經逼不到第二次了 因為決定權在她那裡 當上把位給她拿到之後 決定權在她那裡 我拿不回來 我決定不到下次day 就是這樣 你可以說 你起dating 慢慢你就會發覺 在一個歷程中 你會發覺 為何這些day 很易做到第二次呢 其實就是因為 你拿到上把位的 那個 那個 那樣東西在 大家可能 不會有這個concept很強 不自然 就沒有了game的概念 你沒有了game的概念 中間你撕下遊戲的時候 你都會忘記了 慢慢就可能錯誤了 然後你中間 亦都可能做了下把位的事情 可能真的被你追到女兒了 然後我先嘗試放寬 我又送一些東西給她 哎呀 亂來 開始亂誤了 哎呀 我又種一下她 哎呀她叫我做事嗎 我沒問題了 反正我追到她 哎呀 總之 做甚麼我都說yes 這些就是那時候 David X說過 他堅持不到框架 男人就是說 你有框架定了 你就要堅持到底了 你一旦不堅持 堅持不到 因為女人會不斷試你的框架 試你夠不夠硬正的 你會不會改變自己的初衷 一旦改變了 哎呀這樣就行了 這樣就玩完了 又是上下把位逆轉了 你有個決心就是 我就是這樣的 框架 男人就要夠堅定的了 夠硬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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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不會受外來的因素 那麼容易改變 這樣 最重要是講道理 總之就是 男人不是不可以變 但你一定要講得服 不可以被女人說 喂 一兩下發脾氣 無理取鬧 然後整個框架變了 就變了 就變了 他 之後你撕遊戲 就不能玩 基本上 然後導致 最後根本就是 他離你而去 就是這樣 所以 Dating 裡面 有很多密碼 很多潛意識 你可以給他一些暗示 告訴你 你是上把的 例如怎麼做 例如你先走路 儘量餐出禮儀 就是給他做多 給他服侍你 就是你戴紙巾 給他做 給女人做 就是 打檸檬那些 當然各自打 最正確的了 如果你可以叫他動 你也可以要求他幫你打 如果你夠勁的話 可能叫他餵你吃 都還可以 這些都是 就是保持著上把位的姿態 還有 埋單那一下 或者叫叫走那一下 都是 很有趣 這一下很細微 但是已經是決定上下把位 大家試過 Dating 聊了很久 但你會發覺 誰先叫走,那個就是上把位 起碼那一刻,未必完全是上把位 但起碼那一刻就是上把位 所以我建議,如果男士來說,先叫走 即是約了一個小時,差不多了,我們走了 然後轉場,轉場也好,或者逛逛街也好 當你的約會了解之後,就可以決定拖不拖牠 拖牠那一刻,也有一種你決定的進程 你決定拍拖的進程,因為拖手那一刻就入情女模 亦都是表示你那種alpha的氣質 即是說,我現在要領著這段關係,我要拖手 所以有些人問,什麼時候拖手呢? 其實是你決定的 即是,女生不會有一天就說,你不如拖我手吧 或者她主動拖你手,不會有這一天的 我一百個data,是近乎零的 那個女生會主動拖你手,是零的 我記得是有的,sorry,我記得是有的 有一兩個,但那些是很suttle的 即是不是拖你手,是瞧你醜的 即是很輕微告訴你,那時候叫你進的 你不去進,門口只有一次,開得一次 而且很有趣的 有時大家不要想到有第二次第三次機會 盡量不要這樣想 有時是有的 上天真的可能有第三次 day 叫你叫你讓你嘗試進一步 但很多時候都沒有 因為那一刻就是 ROI 標到上去 你不出招 女生會說 goodbye 這個都是一百次之後 你會覺得,當然有些 dating 會悔恨 為何不能做那件事呢? 會覺得,做了今天的境況又會怎樣呢? 會很好奇的 但好奇得來又會覺得,人生是這樣的 你沒有這樣的年歷 又怎會有今天的境界呢? 或者有技術呢? 所以今天就分享了這麼多 關於約會洗禮的經歷 搞了一個WhatsApp plan 如果你有很多愛情問題阻力的 可以找我 想玩D-game,like game都可以找我 今天就說了這麼多 多謝收聽